哈喽 各位亲爱的老姐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错通有趣 我是腰间自在安全气囊的老司机 哈喽 请各位系好安全带 快乐小火车马上就要突发了 远远姐 你说道理我都懂是吧 开快车不安全 但是你开太慢也不好 是不是 虽说小新驶的万年船 但是开太慢你到不了岸啊 到不了岸你开万年你有啥用呢 再说了 现在天气也热 我们单位发的那点 防暑降温费个少 我开车都舍不得开空调呢 可不得跑起来偷点疯吗 对于发降温费这事啊 我 我们翔哥 他发了个朋友圈吐槽 公司发的防暑降温费十分有效 看了看金额心都凉了 你发这种朋友圈都不屏蔽我的吗 这 这个不是我发的 我不是我 我是哈哈草 快来看呐 翔哥直播卖配偶啦 真是一场好戏啊 你怎么可以诬陷我 我虽然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可没敢不平地领导 就发朋友圈了 一人做十人到 要不你让阿苗捅下来就不够黑龟了 反正他长得黑 领导要找他麻烦 他往英里火进你身了 还没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阿苗是我们朋友圈里的新朋友 特点就是黑 红尘黄绿青蓝子里面那个黑 走得就是不太白了 你看他碰出那么麻烦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黑 真是搞笑 一白遮白丑 你白是为了遮丑 我又不丑 干嘛要遮 新技能 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写作文标题叫我的爸爸 我是这么写的 我的爸爸今天给我买了蜡条 爸爸真好 虽然脸黑 但是心不黑 今天真开心 我爸看完以后脸真黑 原因不是因为我说他脸黑 而是因为我每次写作文都会写 今天真开心 我爸和我妈觉得我这是凑字数 事实上我确实是在凑字数 今天真开心 回想起来我小孩那也是太幼稚了